南投县的农产品非常丰富 南投县烹饪商业同业工会 以南投县农产品为主轴 开办了健康养生蔬食料理班 期盼借由课程的举办 老师用心规划的内容 让每个学员都有满满的收获 健康养生蔬食料理班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针对我们南投县农特产品非常的丰富 所以以农特产品为主轴 那我们透过老师的精心设计 那在数科技巧方面的教学 那使同学能够有非常精进的一个发展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课程 希望同学在未来的就业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琢磨 我所教的是那个中式面食点心 今天所教的是最传统的古早味的包子 现在这十月班嘛 给他们制造一个机会 然后他们就可以以后可以去创业 老师精心设计的课程 不论是面食养生蔬果料理 或是一些料理诀窍 都让学员们获益良多 陈老师的这个面点 养生的知识 养生的一些菜系蔬果方面的 就觉得很不错 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对呀 方便我们以后自己家里面养生 也可以到自己创业用当基础 像面包类我觉得我就进步很多 像包包子的话 我不会捏那个花瓣 然后老师很热心 就是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教我们 然后现在我也会了 最重要就是那个面食类 我本来揉的话 我都是用好像在揉衣服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会用交叉来揉 然后做起来的馒头就会质感很好 很软 医院赖燕雪也勉力学员 成功是需要经过不断的磨练与经验的累积 期盼经由课程的学习 未来在创业或是家庭中 都能派上用场 我想成功的案例 必须经过不断的磨练 还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才能够创造出成功的一个范本 因一旦恭喜 有来自我们中高龄妇女 也有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 希望说能够习得一技之长 未来在自己的一个创业上 或是家庭上都能够派上用场 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呢 可以说是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还有我们小吃料理的一些细节 老师都讲解得非常的清楚 让学员听起来能够一听即懂 同时也配上我们的食物的亲自料理呢 让学员从学术 还有食物方面能够结合 做出最好吃的一个料理 跟我们的道地小吃 此课程是南投县政府 为加强本县失业民众职场技能 委托南投县烹饪饪商业同一工会 办理的失业者职业训练 透过课程的举办 让民众喜得一技之长 未来能顺利的进入就业市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向直讯单位询问报名 民意新闻林佳慧 南投采访报道